欢迎收看华视新闻杂志 看见台湾50年系列报道 今天要继续带您重温 临我共同走过的历史时刻 许多五六年级生都忘不了的回忆 那就是熬夜看球赛 亲眼见证台湾少棒队 夺下世界冠军的时刻 这是台湾之光带给全民的感动 另外像是军中情人邓立军 帽子歌后凤飞飞的歌声 也活在许多民众的心中 成为温暖人心的力量 回首过去半世纪来 生活在这片岛屿的子民 走过艰困与挑战 也有过幸福与伤痛 回首历史长河 专属台湾的记忆 透过一幕幕珍贵画面 一起来看 我不怕 枪毙这些事情我一直不怕 家群国家警述 胜利越过万点关卡 以前说就是脚皮胸 糟糕了 就是这样子闯出来 他们在赛场上拼搏 为台湾而战 他们与全世界较量 凯旋真光 压轴要登场了 就是我们的鸡排举撞女神 卓信纯 2021年来自台湾的选手 征战东京奥运 这一刻全民齐声欢呼呐喊 见证台湾的光荣与骄傲 时间拉回1968年 112个国家的国旗 在墨西哥城上空 迎风飘扬 奥运田径女子 80公尺跨篮决赛 一张东方脸孔 吸引全场目光 华人的女性 一般来讲 很少去跑田径的 都会讲说 女性乖乖在家里 好好都读书 很多人都把我当作是男孩子 被国际媒体誉为 东方飞越的羚羊 黄色的闪电 当时24岁的短跑好手记正 最终跑出10秒4的亮眼成绩 获得铜牌 这面奖牌对台湾意义非凡 虽然是一个铜牌 但是总算得到奖牌了 最高兴的是 看我们的国旗 而且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被升上来的话 真的是很开心 争夺金牌的这场比赛 他的对手是美国队的戴博拉 在没有韩国观众的影响下 陈宜安已经打出了信心 1988年汉城奥运 跆拳道国手陈宜安 以15岁之姿 一路过关斩将 闯进锄量级金牌战 创下台湾历史性的一刻 陈宜安再度轻松地击败了对手 奋勇地夺得我国奥运史上的 第一面金牌 1979年国际奥会决议 台湾不得以中华奥会名称 继续参赛 不予无奈台湾缺席 隔年的莫斯科奥运 面对外交局势风雨飘摇 1988年陈宜安在汉城奥运 一举多金 鼓舞全台士气 红叶烧棒队为台湾在国际争光 这一幕很多人还记忆犹新 回顾台湾体育是1968年 来自台东的红叶烧棒队 以克难装备 刻骨训练 击败日本 开启台湾烧棒的辉煌时代 棒球成了民众的精神寄托 金龙哨棒队 巨人哨棒队 成为家喻户晓的体育明星 熬夜守着电视看球赛 成为1970年代 五六年级胸的共同回忆 这是陈清风在世界杯第一场比赛 对上意大利就轰出了三连安打 中华队这场比赛 完全就是强放陈清风的个人秀 永不放弃为梦想坚持 台湾运动好手自信战上 世界舞台 围攻他小朋友们 围攻 像这种成就 的确是可以凝聚 我们的国人的相信力 因为有所期待 你就会有所相信 台湾卓越的学术成就也曾缔造多项不朽记录 一直在照顾中人中义兄弟的台中中山纪念医院 已经决定替连体英座分割的手术 医护人员首先为他们洗澡消毒 然后麻醉 再开始进行手术 1979年9月10日连体英雄弟中人中义 在台大医院顺利完成分割手术 创下亚洲第一例 兼具手术过程全程电视转播 在国人心中留下难以抹命的震撼与感动 1986年台湾的林远哲以分子反应动力学的卓越贡献 与来自美国及加拿大的学者 共同获得诺贝尔华学奖 华士新闻团队也见证历史时刻 代表世界学术最高荣誉的第85届诺贝尔奖颁奖典礼 瑞典时间12月10号的下午4点半钟 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音乐厅隆重举行 科学在社会上有这么大的重要的功用 而受到了重视 这是很高兴的 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 邓丽君小姐 几天我把欢迎送给你 谢谢你把温暖送给我 1970年代两岸持续紧张对立 永远的军中情人邓丽君以温暖嗓音 在剑拔弩张的时代抚慰人心 因为我在金门当兵 我记得有一次邓丽君就来金门绕军 在晴天厅表演 那天晚上呢 本来连上要有点留守的 一开始听到邓丽君要来 大家都疯狂了 我跟你讲 就那天晚上是整个连是空城计 只有我一个人留守 凤飞飞 同样以歌后魅力席卷全台的 还有帽子天后凤飞飞 董丽君是军人的女儿 凤飞飞呢就是经济的成长 从台湾的代工加工到后来台湾前沿角木 凤飞的歌曲也见证了这个整个时代的变迁 除了动人旋律 你我成长的回忆中 当然少不了这些可爱身影 台北市立原山动物园 今天被挤得水泄不通 大约有两万名的家长和小朋友 专程赶到动物园 来为大象凌王过他66岁的生日 我希望他能过得 俘虏东海寿比南山 祝凌王爷爷生日快乐 历经战乱 飘洋过海 凌王传奇的一生 仿佛台湾历史的缩影 2008年在全台掀起一阵 可爱蜂巢的还有它们 攀了好久 可爱猫熊团团团圆圆 终于通过检疫要跟大家见面了 我们六点多就来了 五点多就叫它起来了 大家对于这种毛茸茸黑白动物 又是世界保育的一个象征的动物 就是有非常强大的热情 所以当时就是引爆 很多的游客要排队 历经五十年寒暑更有一幕幕 悲欢离合 深刻烙印在人心 1987年11月2日 两岸开放探亲 许多离乡近四十年的游子 终于回家了 我今天终于回到我们新闻的故乡 回到我的老父亲的新闻 我感觉非常的幸福 非常的父亲 我的妈妈现在九十多岁 还来接我 我非常的感动 来自厦门八十五岁的黄老太太 就这么蹲在老家面前无法进入 她的亲人都已经去世了 任凭她再怎么哭喊 也没有人会为她打开这扇门 我们就说政治和军事上面是高度抵兑的 但是在民间的交流上开始开了个口子 再加上当时的有很多大陆来台的老兵 那么非常思念佳人 所以我们如果从人道的考量 从人心的考量去看的话 我们就不会那么介意 把政治的因素强加在 跟政治没有关系的人民的身上 回首历史长河 你我洗手 已经无数坎坷与挑战 谁也没想到一场强烈地震 将这栋东兴大楼硬生生地给震垮了 SARS防疫网的漏洞真的是越破越大 包得密不透风的防疫人员 来到热区载纵确诊个案 疫情一发不可收拾 影响风雨挫败让我们更坚强 会发现就是台湾社会 有一种来自底层的韧性 就是英文英文说叫Resilience 有些人也把它翻译成复原力 同导一面的感受 我觉得是台湾社会在过去的 两三百年来各种的统治者底下 都其实都存在着这样一种 自我保护的能力 走过半世纪尽管偶然逆风 全民总能齐心以坚韧勇敢的台湾精神 开创属于这片美丽土地的度人时刻 50年来生活在台湾的历史轨迹 这一幕幕珍贵画面 是不是也勾起了您的回忆呢 华视新闻用镜头带给您最真实的记录 下个单元看见台湾50年文化片 请持续锁定我们的深度报道 稍后回到华视新闻杂志 46年来是云门舞者用汉水 用心智 用他们的青春来给这些舞作 血肉和流氓 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情 就功德圆满 宏敬以后我要活在舞台 死在舞台 我留下了27个剧本 请你们细细品味我的戏剧人生